星星是简单聊 红点带您瞧一瞧 大家好我是张阳 首先祝各位开工大机 那么最近首当其冲的新闻 不是咱们汽车圈的 而是咱们体育界的 那就是冬奥会开幕 那么作为北京冬奥会的吉祥物呢 冰墩墩也是突然爆红 哪位朋友啊能不能帮我带一个冰墩墩呢 就不会想要一个呀 不会想要一个呀 真想啊 当然 这个2月5日 咱们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 东国队摘得手机 那各大车企呢 也是在第一时间发布了一大批海报祝贺 咱们看一下 哎呀真是辛苦各位了 这初五都还是加班啊 我们车市红点呢 也祝各位冬奥建议们 能够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 再看下一条 比亚迪公布了1月的销量 全系销售共有5000 呸 呸 那再看下一条 比亚迪公布了1月份的销量 全系销售了95180辆 哇这个数据真的很厉害 那同比增长也达到了126.1% 这其中啊 新能源车型销售了92926辆 DM车型销售了46540辆 EV车型销售了46386辆 哎呦好嘞 那不得不说咱们比亚迪的战略眼光 还是非常不错的 放弃了自家比较拉垮的油车 顺着新能源的东风 不仅搞起来了电动车 还在混动车上大放异彩 那么2月6日 中国女族时隔16年 再次问您亚洲被冠军 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各大车企又跟着刷了一波存在感 那你再看一下隔壁内男族呢 一千名的球迷 他们不离不离的 这一般的国族 走到了最后一秒 退去 带着新火猫猫 自己一花退去 OK再看下一条 特斯拉 对又是特斯拉 那特斯拉这次又是什么消息呢 特斯拉呀 特斯拉最近被曝出为了应对芯片短缺的危机 悄悄移出了部分国产Model 3和Model Y 转向架中的两个电子控制单元之一 那么阉割版的特斯拉 或将很难实现L3级的NOV自动驾驶 那么这场减配风波 却被客服告知符合规定 你要知道2021年 特斯拉在中国共计挣了880亿 除了美国本土以外 中国可是特斯拉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 挣了这么多千你还这么高 那么最后一条 留给我们这几期的常驻流量明星 横池汽车 没错又是横池 那横池最近有什么新闻呢 最近啊 横池汽车内部不仅发放了工资奖金 还恢复了人员招聘 在招聘信息上五花八门的港温来看 横池五也即将迎来量产 并且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看到了 他们招聘信息说的是 立即面试 立即上岗 那看来咱们横池五这个车 现在还是挺紧的嘛这个时间 但是吧 直到我们的小编编稿为止 这个横池汽车的官网啊 它还没有上线 那么以上新闻就是本期 红电车日速评的全部内容 对以上的新闻各位有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 我是张阳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i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